当地时间21号,阿根廷新任卫生部长韦佐蒂签署了由中国国药集团研制的新冠疫苗在阿根廷的紧急使用许可。 该疫苗曾经在去年的8月13号获得阿根廷卫生部下属的国家食品药品及医疗技术管理局临床试验批建,在阿根廷进行国际临床三期试验。